我再把那个刚刚聚齐的重点回顾一下 一录制嘛 所以你把那个动作彩排一二三嘛 然后清除的话也是一二三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要变成按钮的话 记得就是利用那个插入 这边有个按钮 插入按钮之后的话呢 把那个指定到你的那个刚刚录制的聚齐 那并且把上面的名称变更一下 那就会产生两个按钮了 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把那个这两个 按钮背后的这个程式 做一个编辑 那编辑里面的话记得就是说 字形加上相关的这个注解 至于注解后面要打什么 当然你可以打给自己看 你不一定要照我刚刚讲的完全一样的字 你可以打个大概啦 OK 至多至少都没关系 甚至你要在上面写一篇文章 我也不反对 OK 反正你就写给自己看 做个记录嘛 有何不可能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程式 其实我是觉得不像想象中 那么的 这个没有情感的 你当然你可以如果要跟他互动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加一点东西 导演没关系 而且尽量这个逻辑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OK 那这样你会觉得说写起来其实还蛮直白的 有点像你在直接跟那个电脑对话 然后你跟他讲说我要做什么 他就帮你做完了 而且那个电脑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他不会嫌累 你刚刚要抓做一百万次 他就一百万次马上帮你做完 第二个的话呢 他即便 这个你电脑只要打开的状态 他就可以帮你做 也就是说他几乎就等于 是一个24小时 standby的一个什么 你可以取代人力 也就是说你晚上要睡觉 他可以不用睡觉 只要你程式写 跟他讲说我只要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他就帮你去处理了 所以其实这里面可以应用的面向 真的会非常的广泛 等于你程式写完之后 很多事情就会自然迎认而解 而且再来就节省 大大节省人力 然后提高效率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会要竞争 因为企业跟企业之间也在竞争 那怎么样 可以比别人更强大 那背后就是需要很多 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 我们要把聚集变VBA的话 那首先待会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把原来 这个VBA假如不存在的话 你可以把聚集拖拉 加一Ctrl键 Ctrl键按住不要放 放开之后 他就复制一个 那请你把这个工作表 改成叫VBA 这边已经多增加一个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增加三个按钮 不过待会我们再增加也可以 那这三个按钮实际上 就是三个Sub 也就是刚刚跟各位讲的 那个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一个单位呢 就是一个Sub 也就是对应了 以后你们大家有个概念 一个按钮 对应到就是一个Sub OK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写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名称叫做 刮符自算公式 这什么意思 其实意思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那个公式直接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如果你要写这个按钮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拿这个名称 那写的方式 特别注意 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 这边复制一个工作表 名称叫做VBA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打开Visual Basic 那我们就不是用录制的 刚刚是用录制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我们要自己写 那我们要怎么自己写 第二步的话 特别是打开Visual Basic之后的话 打开之后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这个模组里面 它如果是录制的话 会帮你产生一个叫Module 1 那你 你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 把它程式写在 这个Module 1的下方 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习惯是 我不想把它混在一起 我想要分开来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 假设你要分开 没关系 你可以在模组上 或按右键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说呢 我不要 把程式写在 刚刚录制聚集里面 而是另外分开 那如果你按右键 插入模组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会多出一个新的模组 叫Module 2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程式写在Module 2里面 Module 1就分开 这个是1嘛 这个是2 那1的话就是录制的 2的话就自己写的 那怎么写这个程式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就第三步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的同学 有发生过一个状况 他就说老师按右键插入模组 然后他就一直插入模组 结果其实已经产生 但是因为这边好像太窄了 他没看到 结果他就一直按右键 然后一直插入 或者是说呢 已经写了 对不对 他结果因为拉上了 他看不到 所以他又再插入一个新的 又重写 所以后来看到他 哇他底下有这么多 好几个一堆Module 其实不用了 两个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多的话 没关系按右键 可以把它移除 那要不要汇出 不要 OK 所以这个假设吧 你如果做太多 没关系 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打开Module 2 里面怎么写 接下来第三步骤 我们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要写一个Sub的话 名称叫这个 那其实还蛮容易的 对应关系 记得呢 一个按钮就是一个Sub 所以你就打一个Sub 大小写没有关系 一般是打小写 空一格 后面呢 加上什么呢 他这个按钮上面的名称 叫刮弧 比如说刮弧自串 底线公式 好 你只要打Sub 空一格 他这个按钮上面的名称之后的话 直接按Enter 你会发现呢 他会自己帮你加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自己帮你加个小刮弧 自己帮你加一个EnterSub 意思就是说 你的头在这里 你的尾巴在这里 那你程式写在中间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加一个按钮 那就概念就是一个Sub 那这个Sub 以后的话 假设 我按下这个按钮 他就执行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在哪 在模组里面 那比如说 我今天要做第一件事 我要把那个公式 丢到哪里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好了 那如果说 我今天想要把一个公式 丢在一个储存格 丢在这个储存格 看不出来 我丢在这个储存格好了 那如果说 你要把一个公式 丢到一个储存格 里面的话 比如说是B3好了 那你的叙述方式 有至少两种以上 之前我们有用Range 有没有 你可以写成Range 刮弧 然后双引号 里面你跟他讲说B3 然后后刮弧 这样意思说 那个储存格里面 要放什么资料 那放什么资料的话 后面有一个等号 放一个公式好了 放个公式 那你可以先 记得 那个公式一定是文字 所以文字的话 一定是两个双引号 那我们那个公式在哪里 我那个公式 那我可以直接拿 前面这个公式 这边不是有吗 那我假设 我把这个B3里面的公式 把它选起来 特别注意 这个复制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复制 完之后 记得要取消 按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按取消 你会发现 上面那个VBA点不过去 所以一定要取消掉 然后再按 再切过来呢 你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怎么样 贴上 OK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执行 那我们来试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它贴上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主要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呢 我们VBA里面 双引号 双引号里面 双引号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文字的开始 跟一个文字的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 在我们那个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Essale里面的公司 一样是用双引号 当成是文字的开始跟结束 所以变成说 它两边是混淆的 它不知道说 你这个双引号 是VBA里面的双引号呢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呢 为了要分别说 两者之间的差别 请特别注意 中间里面这个公式的双引号呢 请特别注意 有个解套方法 就是说 里面的双引号 你就把它一个变两个就好了 OK 它如果 只要是一个变两个之后的话 它就知道 原来两个表示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一个的话呢 表示是VBA里面的双引号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 怎么怎么改 其实特别重要 这个很容易做错 这边总共一个两个嘛 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有八个要改 也就是说把这八个改成两个双引号就可以 改的办法特别叫 这边改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特别小心 因为其实写程式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 一个字都不能错 反正呢 一个地方出错 那全部都错了 等于是说你 即便你那个公式 你那程式呢 达到是 九十九分 还是错 只要一个地方错 OK 那就错了 所以你会看我刚刚把这个中间的 里面的双引号全部改成两个 移开之后 它不会出错了 它不会红字了 但如果你跳开之后发现 还出错的话 那表示你程式有改错 所以特别注意是中间这边的双引号 一律呢 都要改成两个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执行怎么执行 上面有个 就是有点像play的一个按键 就执行 那我就游标放在这个sub里面 按一下上面的执行 你会发现呢 它就做了一件事情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 那并且显示出结果 那比较奇妙的地方是 这边明明是两个双引号 对不对 但是丢到这上面之后的话 它就知道说 啊 你这是里面的 这个公式的双引号 所以呢 你两个呢 那当我把它放到储存格的时候 我就自动再帮你转回 变成一个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就不会出错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 特别小心 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你想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一个储存格 B3 那如果B3一直往下呢 那不就是 这个假设 下面东西还要产生的话 那当然比较笨的方法是这样吧 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Ctrl C 然后下面Ctrl V嘛 那这边不是就改成B4 然后下面的话 这边就直接把 把这个A3改成A4 这边都改A4 如果是这样 你会发现哦 那这个OVOK的执行 有没有 首次参赛 又有了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再下一个呢 那你想说再复制再贴吗 那这样好像写程式 没有什么效率啊 所以呢 待会要跟各位讲一个 如果说你将来 会有一个连续范围 变化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B3 一直到B10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记得你可以 要学会一个叫 回圈的东西啦 OK 那回圈其实要做什么 就是说呢 帮你重复产生 你要需要的 那个变化的数字 OK 那自己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一 打开Visual Basic 二 按滑鼠右键 插入模组 打开这个Module 2 在这边输入什么 Sub 那名称叫做 刮虎自创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 哦